富少妈宝吸毒改枪 都是朋友带会他的 监视器拍下光天化日 男子手上拿着武器 拉近一看 竟是一把步枪 男子一副寻仇的样子 除了亮出枪支 还拿武士刀砸车 警方根据线索找到他 罗姓男子有毒品前科 36岁未婚也没工作 但却衣食无缺 原来是因为来自富裕家庭 是个标准妈宝富少 当时警方带搜索票上门 爸爸上前开门 妈妈还气得责备爸爸 事后得知儿子染毒也推说 警方在他房间搜出改造步枪 妈妈也替他辩解 父母呵护过头 就连他被带到警局 警方查出罗姓男子不但拥有 强制毒品来涉嫌六合彩赌博 父母呵护过头 宝贝儿子误入歧途 却还百般溺爱 警方只能摇头 依法将罗姓男子 以枪炮和赌博罪送办 东新闻综合报道